好 来 我们现在进入F的部分 Solving problem evolving number in standard form OK 这个呢 就是standard form的应用题 standard form的应用题呢 基本上你读得懂题目 你就会做 然后 在这种题目呢 它有一种 很好用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你自己改掉号码 你把那个号码改成小的号码 然后你再来想到底是加还是减还是成还是成 过后才用它真正那个大的方法来讲 OK 呃 so 在这边 它说 有一间公司2021年的那个 那个盈利是这样多钱 nevenue 营手啊 营手 它的cost是这么多 so 它要找它的net profit net profit是什么东西呢 净利润呢 净利润就等于它的revenue 减掉它的cost OK 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要找的是 net profit 会是等于2.8 乘10 367 减掉7 乘10 所以它会变成2.8 乘10 就像它单位 对 它这个是2.1从10图的包法 就是这样 好 接着我们看 这一题它说 10 piece的color paper是降多 降的重量 然后它现在有这么多piece 它是几种 所以十张这样多 这么多张是多少 所以我们就拿 这个6.8 乘值土豆包减3 除掉十张 再乘3.1 乘值土豆包8 然后 这一个 其实我就直接用计算机 6.8 1减3 图10 乘3.118 OK 然后在这一边 这一个我们要把它换成 standard form 所以它变成2.108 乘值土豆包5 OK 第二题这边 它说 X的人口是这么多 Y的人口比 X的人口多这么多 然后又比ZAC的人口多这么多 然后它要我们找ZAC的人口是多少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我们知道X的是2.7乘十土豆包5 然后Y的它比X的多这么多 所以它是2.7乘十土豆包5 加0.8乘十土豆包4 所以它会变成 这个我们再移多一个小数位 所以它是2.7乘十土豆包5 加0.08乘十土豆包5 所以它是2.78乘十土豆包5 然后Z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说Y比Z多这么多 所以它在这边它说Y 比Z多 这个5200 那么这样其实也等于 Z 比Z比 那一个 Y 5200 所以这样的话 我要找Z的话呢 就是2.78乘十土豆包5 -52000 然后我在这边 12345 我直接给它到5 所以它是2.78乘十土豆包5 -0.52乘十土豆包5 然后它就会变成了2.26乘十土豆包5 好 接着第三题 在2020年的时候 这一间公司生产的这么多 接下来那年的时候 它是X费 of 2020 然后 2021是这么多 Find the value of X 所以我在这一边就是说 呃 我这一个20年的乘以 X 等于21年了 所有的X呢 会是21年的除20年的 所以X是3乘十土豆包8 除5乘十土豆包6 所以它是0.6乘十土豆包2 然后它变成60 OK 当然它是6.0乘十土豆包1 如果它要我们写成indexus form 所以它是3.6乘十土豆包1 所以它是60倍 哇 它是1年的时间增加了60倍 哇好多 好 接着我们看第四题 XYZ这间公司 2019年的利润是这么多 然后2022年的时候减少了这么多 21年的时候是这么多 然后从20到21它增加了多少%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时候 21年呢 它是5.816减掉215 好 所以它是5.6 这一个是21年的 2021的 Profit OK 然后它在这边 它从这个变成这个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它increase了多少 它increase了 呃 这一个 6.116 减掉 刚刚的5.6 16 所以它增加了 是这么多 OK 增加了是 增加了是 这么多 0.5 所以它现在要的是percentage increase的话呢 就0.5 乘10.5 乘10.5 除它原本的 是5.6 乘10.5 再乘100% 然后这个跟这个可以约 所以是0.5 除5.6 再乘100% 然后还变成8.93% 8.93% 8.93% 好 好 好 第五题 2021年的时候 那个 有一个国家的人数是这么多 12岁以下的小孩是这么多 12到18岁的 12到18岁的 是4% 然后 大过18岁的有多少人 OK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时候 它全部人口是8.45 跟石头包机 然后4%呢 是4% 所以 这一个 3.38 乘10.6 这一个是 12到18岁的人口 这样18岁以上的人口呢 就会是总人数减到小孩再减到这一个 所以它这一个就8.45 减到7.416 减到3.3816 所以它就会变成这样 OK 所以大过18岁的呢 它其实是 8.45 乘10 减到7.4 乘10 6 再减到3.38 乘10 12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7.37 乘10 12 这个 一个位 加1 好 在第六题这边 它说 microwave的 frequency是 这个跟这个之间 然后 还要我们写成standard form put in megahertz 所以我 1 1 2 所以这一个其实是3吧 megahertz 然后它要写成standard form的话 它就变成3乘10 2 megahertz 然后我们的那个kilo 然后 mega giga的话 giga去mega的时候 我是要乘1000 所以我的这个300gigahertz呢 是300乘1000megahertz 所以它这个1 2 3 3 3 4 5 megahertz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个 frequency for 那个 microwave 其实是在 其实是在 3 3 3 10 2 megahertz 跟3 10 2 5 megahertz 之间 最后一行这个是我自己写爽的啦 然后它要的答案 A跟B 其实就是这样而已 好接着我们看 第七体 在这边 Nitrogen 的radius是x picometer 70 picometer ok 所以它是70乘10 to the power 减12 meter Standard form的话就是7乘10 to the power 减11 meter咯 我这边一个位 这边加1 Oxygen Atom Radius Y Nanometer 然后 它要找Radius ok 这个是Nitrogen 这个是Oxygen 它是0.074 乘10 to the power 减9 meter 1 2 减2个位 所以它会变成7.4乘10 减11 还有我们Express x to y as a ratio of two integers in the same standard form 它现在要的只是xy罢了 然后 是不是要两个radius来比较呢 如果我纯粹只是比xy的话呢 x比y 会是等于70 比0.074 所以它是70除0.074 所以它是70除0.074 所以我在这边70除0.074的话呢 我拿到的是这样 ok 然后它是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变成了35000比37 OK 可是 如果 它要的是 那个 什么 呃 就是 radius of nitrogen to radius of oxygen 的话 这样 它这一个就会是7乘10 12 -11 比7.4乘10 12 所以它变成70 比74 然后 70比74 35 比37 你看我在这一边 71-11 然后 7.41-11 然后我拿到的是35 比37 我觉得应该是这一个啦 就是讲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这一个 可是如果根据题目的话是这一个 好 我再跟Mr.Chan 确认一下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下面的 好 第八题这一个呢 它就有一点点好玩 ok 首先呢 我们要找area of shaded region的话 然后就整个的 剪掉这一个 当然你也可以怎样做呢 你也可以就是 加起来 哎 加起来好像更容易耶 我在这边加一条线下去 哈哈 啊 啊 我在这边加了一条线下去 这一个就area1 这个乘这个 长征坏 然后这一个就变成全面加二分之一 上加下再成高 哎 还不错啊 对啊 呃 ok so我直接用来加了 我不要用来剪了 所以我在这边 8.515 乘 513 然后 它就会变成这个 这个是我的ae 然后我的a2呢 是二分之一 然后 上加下 8.515 加 5.115 然后 再成高 1.214 这个是a2 然后 两个加上来的时候 area of shaded region 就会是等于 这一个 4.2519 加8.1619 ok 然后 那就会变成 E10 对 成Send 然后 CmSquade 幸好 题目要的是CmSquade 它没有讲要的是Meter 有Meter的话呢 我们都是 先把单位换成Meter 才来找area 我们如果要从Meter Squade去CmSquade 会比较复杂 我的做法比较简单啊 如果你用大减小的话呢 你就 这两个加上来 乘这个 然后 这一边 这个减这个 找到这个 在二分之一乘底层高 然后再大的area 好 第九题这一边 它是两个土地 然后 他们有同样的area ok 所以都是Meter Meter 像area一样的话 这个是A1 这个A2 所以我的A1等于A2的时候 我在这一边 8.4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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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1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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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10 10 你把他那个号码变成小的号码的时候呢 他就很简单哦 可是他是这种大的号码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处理了 所以在这一边 他这一个是2.27乘10 然后meter 就是这样 好 第十题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是这样 然后mm是引着叫 Find the value of nm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有A除B等于C的时候 我就会有 那个 A 除B等于C A除C等于B OK 所以在这一边 我的这个就会变成了 4.8乘10 除了好减3 除8乘10 2.5 等于m乘10 2.5 OK 就是在这一边 其实我 斥掉了一个步骤啊 就是说我在这边 4.8乘10 2.5 除m乘10 2.5 等于8乘10 2.5 的时候 我把我的8 搬上去 我的n 搬上来 我的5 没有1 就是讲 有号码的 我把它留一边 所以我这个有号码的 这个是4.8 1 减3 然后这个是815 我这样乘一下 我就拿到的是 那一个 6 乘10 突破 减9 等于m 乘10 突破 n 所以我在这一边 这样对比 我的m 是6 我的m 是 减9 可以的